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 上前的UP主做了这个乔士博A4 也就是2029年末最火的A4机箱的开箱视频 那么呢,这次呢,我们就来组装一下 这款机箱呢,也是我一直心仪很久的了 一直很想组装A4结构的机箱 那么呢,我也把我之前的ATX的大机箱给卖掉了 一些配件卖掉了 然后再添一些新的硬件 所以说就组装了这一台 所以明天,我觉得这个黑色的仿乘网放在上面 是非常的好看的熊猫配色 我很喜欢 那么呢,UP主一直也是乔士博的老粉丝了 买了很多年的乔士博的产品 也拍了很多奇视频 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组装吧 这次呢,我们主板选用的是 华硕ROG玩家国度Z390i 那么呢,处理器选择的是Korea7 9700KF 其实一开始我有考虑过 AMD的3700X AMD还是很像的,对不对 但虽然后来由于两方面的原因 我最终还是选择了9700KF这款处理器 为什么呢 一方面的原因是英特9700KF 它可以做到全核5赫兹 还是非常轻松的1.2V的电压 而且9700KF它的游戏性能会比3700X还好 有的游戏高出120帧 特别是我这4K分辨率的显示器 更高的帧数意味着我能更流畅地运行4K游戏 虽然说AMD的3700X它的频率 它的游戏性能没有 英特尔的9700KF那么高 但是呢,它是8核心,16线程 它多了8个线程 所以说它非常适合多任务处理 比如说你同时直播录制玩游戏 后期PR剪辑渲染一下 这是非常适合的 同时呢,也正是因为超线程的原因 AMD的3700X它玩游戏的占用率 没有英特尔的9700KF那么高 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发现 英特尔玩游戏的CPU占用率 总是比AMD高的原因 不过呢,AMD的3700X它的占用率 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 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 同时直播录制玩游戏 因为你开启了录制软件之后呢 你的游戏增速会下降 那么呢,这个时候呢 AMD的游戏增速下降 没有英特尔的幅度那么大 所以说AMD还是很适合 非常适合我们这些UP主 如果你把3700X的超线程关掉呢 游戏性能还会提升的哦 那么呢,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主板啊 我之前一直用的是技嘉的Z1700XUD3主板 1000多块钱的 那么呢,这次我想换华手的ROG玩家国度 那么呢,AMD主板这方面的话 首先考虑的是X570主板啊 毕竟B450和X470都太低多了 而且它不支持Type-C太汉了 直接怕死掉 但是呢,X570还会很不爽的地方 就是它是PCIe 4.0 PCIe 4.0太过于先进 导致它功耗增加啊 发热量增加,必须得在主板上新增一个小风声 这样的话还会增加噪音 那么呢,还有个很不爽的地方呢 就是它居然不支持前置Type-C接口 无论是华手机架都不支持 所以说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华手ROG Z390i主板 而且呢,这个比ROG X570还便宜 所以说同样是选择ROG主板的话 9700KF加Z390i会比3700X加X570还便宜 所以问题把这些螺丝都集中在一个亚克力板 上面还有中文标识 这个设计实在是太聪明了 很巧妙,我很喜欢啊 那么呢,接下来我们要把电源罩 还有上面拿到个水冷支架给拆下来 现在呢,这些就是啊 全部拆完之后的空箱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是 把这个电源的支架呢 转到电源上面 我选择的是海盗床SF600白金吧 这款电源呢,还是非常的便宜的 799元就入手了 然后呢,它还支持240W 以内风扇停转 看电影真的是非常的安静 而且它那个原装的模组线 说实在的比那个金牌版的线材好很多 当然呢,我后来我还定制了镀云线 所以说云装的线材也就用不到了 在这里我是为了视频的效果 所以说把机箱竖起来 在这里装住吧 你可以看到那个电源的风扇 是朝我们这一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那个显卡是公版的GTX1280 所以说它是涡轮散热器 不需要把这个风扇朝风窝那一边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两块机箱硬盘 虽然说会提高理线的难度不够呢 这是老电脑拆下来的 我暂时没有NAS 等明年固态硬盘降价之后 我会考虑买1块2TB的TLC固态硬盘 来取代掉这些机箱硬盘 同时呢,再组建一台群绘的NAS 来放2块4T的库栏 存一些电影啊,美剧啊 目前呢,我这两块机箱硬盘的作用呢 主要是存放电影美剧 还有制作的视频 5400转的转速还是非常的安静的啊 游戏呢,这存放在三星的970 Pro上面 我之前呢,也删掉了大部分的游戏 因为并不怎么玩了 所以说,目前呢,PC上我只存了一个游戏 就是战争175 其他游戏呢,都主要在Xbox上面玩 PC呢,主要就是玩战争175 然后录制直播 不得不说,这个镀云现在是非常好看的 很软啊,比原装线材还软 只不过可惜的是,这个线材有点差了啊 因为这个卖家呢,他说他只有卖这一款 也没有时间帮我定制一套新的 不得不说,这个角度看上去还是非常的美的啊 我顺便一点,我把那个M.2的散热器换成乔斯伯的 不得不说,这个水母240呢 它这个水管还是太粗太硬了 以至于我现在要把它提前绑起来 不然的话它会敲起来磕到风扇啊 这款水母240呢,还有这款S机箱呢 都是来自于乔斯伯赞助的 在这里再次感谢乔斯伯 这款水冷散热器呢 它虽然没有我之前用的风能散热器 猫头鹰U12S,单打双风扇好啊 但是呢,它的那个散热器呢 还是说的过去的啊,还是可以的 它压得住全合5HZ的9700KF 所以现在你视频里面看到的 这个猫头鹰U12风扇呢 都是从我之前的猫头鹰U12热器上面拆下来的 这个就是装好之后的效果 但是呢,你们不要模仿我的装机顺序 特别是装水冷那一块啊 我虽然装的比较顺利 但是你们就不一定了啊 在习惯了技嘉的BLS界面之后呢 现在换到滑烁的ROG的界面 还是有点不习惯的啊 我也摸索了很久才研究透 那么呢,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啊 主要就是A4机箱的装机的过程啊 拍摄啊,还有经验性的 那么呢,这个散热还是可以的啊 在全合4.6HZ的时候呢 待机39度啊 满载的话670度 那么呢,全合5HZ的时候满载80度啊 还是压得住的 不过呢,我是更喜欢风能一点啊 之前是U12S压6700K啊 全合4.4HZ运行了4年啊 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温度表现还不错 满载60度 然后待机的时候30度 那么呢,这整一台S机箱的造价15,000啊 包括以前买的硬件 还有现在买的硬件 如果能再算上啊 这些4K显示器啊 麦克风啊 键盘啊 这些造价的话就总共25,000啊 那么呢,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